我羅斯軍隊為了公減這個巴赫母特 已經跟歐克蘭的部隊 激進幾個月 美國進步 基礎說最近五個月 五個月在歐島 這順超過兩萬的病例 我告訴你這個傭兵集團 瓦格納富士林 普里格津 施工的法寶養品來賣 國宏部長 還有一些餐廟長 無靈 讓這個前線 欠缺點擔憂 違協 他們說在五個月齊摘 欠缺點擔憂 路西亞蘇林軍事公司 瓦格納一團的負責人 普里格津找過頭過期海釋 官媒體發佈這支美 路西亞國防部長 稍微跟參謀中長 跟西莫夫的鴨匹 普里格津 基礎土下 四個都是陣所吸退 跟巴赫爾姆特的相逢 情緒已經來到幾萬人 因為欠缺點營 瓦格納儘管的相逢 每天都很快在政家 普里格津在另外幾個 青棕比的鴨匹強領 這個部隊的警告成功 也就是理政的勝利的兩制 去登港印度的特利巴赫爾姆特 從這裡所在的政教 以後後恐怖 過去規劃未來 瓦格納的傭兵跟路西亞部隊 在巴赫爾姆特和歐克蘭部隊 整整幾個月的劫力戰鬥 這個禮拜 美國國家安全回到發言人 庫比英雄最新改變的全部 據說 為他近年在立會上去 有那麼多名 路西亞軍人 在歐當政市 北萬宿兵首相 其中一半的死者 都是瓦格納的人 可能問你說發言人 佩斯科夫 在對於普里格津的發言 發表評論 理由是這次集中 路西亞在歐克蘭的軍事行動 另外一方面 歐克蘭的軍方是說 路西亞軍隊在巴赫爾姆特的行動 都沒有政府檢查的行動 如果美國的軍事分析書 羅伯利推軍說 普里格津的帶動作歡迎的時 路西亞國宏部 登陣隊歐軍的 村貴大觀光將將大友調配 恭喜新聞 歐克蘭邊陽